直播间的男主角 雅诗兰黛 彩妆之友 欢迎赵小文 欢迎小翠 哈喽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文 很高兴可以来到雅诗兰黛 京东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再次欢迎小翠 也欢迎每个手在直播间的观众 其实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 一个 这七夕是我国传统的情人节 也是一个我觉得自带浪漫氛围 同时也非常非常适合表达爱意的节日 那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 能够再次和小翠一起 陪大家度过这个浪漫的节日 那其实我觉得说到浪漫 每个人对于这个浪漫的定义都不同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 那作为我们的男主角 小翠心中的浪漫 你是怎么定义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心中的浪漫 就好像是两个人打游戏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种 可以两个人一起从青铜打到王者 然后两个人就是一起 奔着一个目标向前走这样的 对 然后前两天我正好也在和雅山有一个拍摄 对 我看到 然后有一个不眠舞厅 还有一个那种青春博物馆 然后也是整体感觉就是非常的浪漫 哎呀 我真的希望各位女主角们能够空降到我们的这个舞厅或者博物馆当中啊 能够跟小翠一起来共度浪漫时光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直播间给足大家机会和想象空间 而且其实刚才小翠说的我觉得特别棒 其实两个人在这个成长期共同扶持 一起来共同成长 我觉得是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而且其实我觉得浪漫嘛 就是应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就像现在小翠来到了我们的雅士兰黛京东直播间 和屏幕前所有的粉丝朋友一起来过七夕 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事情 那其实呢 我觉得接下来时间 我特别想问一下小翠你自己开心吗 跟大家在直播间来过七夕 那肯定是很开心的 可以在雅士兰黛这个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过这个节 对对对 那其实呢我们雅士兰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品牌 其实浪漫这两个字对于我们雅士兰黛来说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信仰 也是要永远传承下去的品牌基因 那说到这里我就要来揭晓小翠今天的任务 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 我们的男主角小翠将会带领大家穿越时空 一起来见证雅士兰黛的专属浪漫 你准备好了吗 嗯 我准备好了 好嘞 那么在此之前首先要告诉一下大家 那今天呢我们的小翠来到直播间 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超值福利 在这里首先要谢谢翠老板 那听清楚了 今天在直播间下单购买百折小金管 就会赠送DW粉底液5毫升 同时呢购买浸水粉底液会赠送这个浸水粉底液20毫升 同时还会赠送5毫升的浸水妆前乳 外加一个美妆蛋 非常贴心 帮大家把底妆都考虑好了 同时购买浸水妆前乳 马上会赠送浸水粉底液5毫升 浸水妆前乳10毫升 还会赠送美妆蛋 同时购买白金气垫 我们会赠送这个白金面霜14毫升 那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 一不小心买满了1200元 我们还会加赠我们的小宗品眼霜5毫升 可以说是福利多多 谢谢翠老板 谢谢翠老板 我现在的创始人 亚世兰黛夫人 其实我一直对她是心怀着非常大的尊敬以及崇养 其实亚世兰黛夫一直怀揣着想把美丽带给全世界的每一位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想法 也是一步步的去缔造了亚世兰黛这样的一个浪漫传奇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希望尽我所能向世界女性去传授如何缔造美丽 去保持美丽的秘诀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美 还有一句话我要考一下小宅你知道吗 当然了 另一句话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最好而生 对 我觉得亚世兰黛夫人的浪漫就是对美的一种极致的追求 然后为所有女性提供变得更美的可能性 所以说我感觉亚世兰黛夫人的 她算是一种极致的浪漫 所以每次听到那句话我自己也会被打动 感触非常深 对不对 那不仅如此呢 亚世兰黛夫人还会为客人去亲笔撰写书信 让每一位去使用亚世兰黛产品的用户 都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这种品牌非常完美的一个服务体验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制真制成的代客之道 然后将这份代客之道去传递给每一位消费者 真的非常让我敬佩 是的 亲笔撰写书信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蛮有仪式感的 就是这个行为本身就很有就很浪漫 对对对 而且我之前听说啊 非常多的顾客在使用完产品之后 也会向亚世兰黛夫人去寄出感谢信 这种书信有来有往的这种非常有仪式感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亚世兰黛品牌 一直在推陈出新的这份原动力 我觉得就是为了能够让这种亚世兰黛夫人的 这种浪漫的DNA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美嘛 传承下去 渊源流长 那其实亚世兰黛针对不同的时代女性 对于美的不同的一个需求 我觉得不断地推出新品 进行产品的升级也好 不断地发掘女性美的可能也好 我觉得其实为了都是能够将最好的产品 去回馈给爱着亚世兰黛的每一个人 同时呢 我们还会有一点 我觉得这点我觉得特别棒啊 非常有仪式感 我们会在很多重要的节日 去推出专属的限定礼盒 我们希望能够将美好的祝福 能够通过礼盒 将浪漫去传递给每一位爱美的女性 或者想去把这份心意送给心仪的这个女生的男性 对吧 那男生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上点心 当然了 我觉得马上到来的 8月4号七夕节嘛 我觉得也不例外 亚世兰黛也是推出了七夕限定礼盒 对 小宅 你可以拿着看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对 这个礼盒是不是特别漂亮 是的 因为这个礼盒我前两天就已经见过了 然后第一次见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礼盒 外观就很好看 然后特别像那种满天心刻在心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非常浪漫 没错 红色的这个爱心配上金色这个装饰点缀的 就很好看 对 而且我觉得啊 如果是女生收到 首先心中是满满的爱意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觉得送出这样一份礼物啊 能够非常好地表达你的心意 而且呢 我觉得这款七夕限定的口红礼盒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是爱 这个是是解释和表达的意思 是爱的不二之选 呃 大家如果是比如说男生送给心爱的女生 女生买来送给自己 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 自己要宠爱一下自己嘛 是的 对不对 那 对 其实这个礼盒当中呢 有两只这个百折的小金管 这个 小宅很熟悉了 对不对 是的 对 那这其实是一款有故事的口红 那是什么故事呢 诶 刚才小宅已经准备好了 对不对 准备好了 要不要带我们来揭晓 好 三 二 一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背景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绚丽的百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直播间的背景 跟我们限定的百折小金管的外壳是一样的 都是百折的元素 那小宅要不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是带我们来到的哪里 对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1984年 那为什么会来到1984年呢 因为这款百折小金管 其实是1984年也是拦着经典口红的复刻款 复刻款 复刻款 好的 那其实这款我们的百折小金管 我随便拿一支来展示一下 好不好 其实呢 这个 整个的一个外形啊 它就是致敬了我们1984年经典的小金管的造型 其实呢 它这样的一个金色的外观 大家可以看到 在镜头当中它是一闪一闪的 配上百折的元素 它是把一个高级的复古感给轻松地拿捏住了 虽然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支 但其实握在手里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一定的分量的 而且好像是这种穿越时空的信物一样 能够将1984年的这种美丽和浪漫能够带到了现在 对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这款口红的时候 就是觉得特别有特点 很漂亮 因为它闪闪的嘛 有种复古又奢华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拿在手里就有一种特别新眼球的感觉 而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可能在一起聚餐 或者和心仪的人一起约会的时候 比如说拿出来稍微补补妆 其实它跟光线啊 大家可以看到通过镜头它跟光线是有一点光线的折射的 非常地吸睛 对一下闪到别人 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啊 整个的一个形状 包括它的一个设计 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在舞会上 比如说穿着翩翩的百折裙 然后轻轻地而来的这种高贵的女性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自信 其实我觉得像 哪怕时代是在顺息万变的 我觉得每一位女性她的独立 自信 以及对这种浪漫的追求 我觉得是始终不变 始终如一的 那这支百折小金管 我觉得既保留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这种浪漫复古的艺术风格 同时呢也忠实于古典的浪漫主义 又兼具现代的坚定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亚诗兰黛为每一位像亚诗兰黛夫人一样 自信而又勇敢的现代女性准备了一份礼物 真的希望所有的女性都能够自信而独立 这个意义是不是很棒 是这个意义还是挺好的 然后希望所有女生都能够像亚诗兰黛夫人一样 时刻保持对美的这种追求 然后永远憧憬浪漫 然后自信独立 勇敢做自己 没错 那其实呢这一次的四支 这个限定口红当中啊 我要跟大家来剧透一下 其实呢有三个色号 是专门为当代女性而设计的一个全新色号 每一支都代表着当代不同女性的这种示爱态度 蕴含着一个全新的含义 那接下来我要给小宅出一个小考题了 要考验一下你对于这个颜色的感知力 不过我觉得真的难不倒你 难不倒了 OK 那其实呢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小宅需要根据我们一会儿题版上的这个关键词的提示 选择正确的口红和色号 那如果都回答正确 就可以为女主角们解锁今天的第一轮福利 OK吗 对虽然说难不倒我 但是它是全新的一个色号 对对有三款全新色号 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好的那我们来吧 来由于这次呢是全新色号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准备几个小道具 那我们在每个纯色图的旁边呢 给出这个色号的关键词的提示 那首先我相信你肯定没问题 你可以先看一下 嗯 对 把小道具先给你 这是四张口红的纯色图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 嗯 它里面有不同的一些关键词的提示 帮助你熟悉 对 那接下时间 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OK 那我们正式进入答题环节 Round 1 第一题 热烈且坦荡 热烈 看到热烈 看到坦荡 会让你想到什么 看到热烈和坦荡 首先脑 脑子里面会浮现出来的就是红色吧 嗯 红色是肯定 对 所以我 纠结一下 这个吧 699 蓝调正红 蓝调正红是吗 好的 来 我们把它的这个撕开 董事 有请小柴帮我们贴上 好吧 来来来来 OK 那现在正式贴上了 那就落子无悔了啊 一会想要改不行了啊 没问题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 热烈且坦荡 那我们小柴选择的是 蓝调正红 699 到底正不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正确答案 正红 永不退色 恭喜 回答正确 那其实呢 我觉得这道题还算蛮简单的 因为其实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699这个蓝调正红这个颜色 我可以在我手上稍微试给大家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一个 其实我手的颜色啊 我算白的 但是呢 我可以看到这只口红涂在手上 它是一种非常 比较偏冷调的一种正红色 它可以使得皮肤显得更加的 白皙 更加的细腻 而且它 很显白 对 它有一种 有没有一种这种丝绒哑光的材质 你可以凑近看一下 对 它是一种偏丝绒哑光的感觉 嗯 是的 所以有没有觉得我们这个描述 还是蛮准确的 第一道题 我给你稍微的 稍微让你好轻松过关 而且如果对眼看会比 就更好看一点 嗯 所以它其实是属于 红色比较偏热烈 蓝调它就会偏坦荡 所以这个描述的话 我首先觉得非常的对 非常精准 对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第一题 嗯 我觉得小翟表现很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到底是什么 哎 第二题 我们加大难度了 性感而纯真 性感而纯真 还是 可以想一下 第二难度 不用着急 嗯 大家有想帮小翟的 也可以在弹幕当中 帮我们打出来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是哪个 669玫瑰款摆 玫瑰款摆 确定吗 我确定了 我我撕掉背后的这个 这个胶水之后 然后你就不能改了啊 好 又螺子无悔了 好好好 来吧 来 那第二题选择的是玫瑰款摆 我们来撕开看一下啊 对应的是 是性感而纯真 是性感而纯真 确定了 确定了 不改了 好 来吧 玫瑰独一无二 玫瑰独一无二 哎 恭喜 这轮小翟又回答正确了 那 其实呢 玫瑰给人的感觉啊 它是属于一种 比较 性感迷人的 一直以来都是 那 接下来呢 我们 刚刚提到的这个颜色 我一样的 可以跟大家上手试一下 嗯 它比较 偏低饱和 嗯 但是呢 它的整个的感觉当中 给人 带来的温柔 纯真当中 还有一点点清冷的感觉 它会比较有知性的气息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 来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是的 哎 这个颜色会让你想到什么 我觉得玫瑰色本身 就是一种自带 浪漫的一种氛围感吧 嗯 然后 其实也挺适合大家 如果在约会的时候 图啊 或者送人 都还挺合适的 哎 其实 而且我觉得这只 这只颜色啊 我觉得它 还蛮 低调的 嗯 它是低调当中 又带着一点点 知性和气质在里面 所以我其实觉得 大家如果有 呃 比如说日常要上班 或者是要通勤这种需求 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 那 接下来时间 我们首先要恭喜小翟完成了两道题啊 那我们的这个福利也已经解锁了一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这个我就觉得有难度了 虽然接下来是二选一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更要偏意识流一点 意识形态的感觉一点 要看你能不能领悟到 其实这个我 你一拿上来 我就觉得非常流底了 嗯 就这个 666 这个迷局漫步 666是吗 确定吗 就是它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666 我们小翟 这番666的操作如何 首先贴上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果敢且无畏 橘色自由摇摆 对应的正好 就是我们的迷局漫步666 好色 没错 果敢且无畏 橘色自由摇摆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颜色 这个颜色我自己个人是特别喜欢 我不得不要为它好好的打个扣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当下这个季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我们老师可以打个特写 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橘色 大家看得清楚 而且同时它是一个比较浓郁 比较饱满的一个砖橘色 它给人的是一种又甜又酷 而且呢 比较自由的感觉 而且其实就像这支 我们所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一样 我们刚才给到的关键词是果敢而无畏 那前面三题都答对了 那接下来我觉得最后一题 我觉得没有悬念了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先揭开 但是如果小翟觉得可以适配其他的不同的颜色 因为其实我们亚世兰赛的每一款口红啊 我觉得这个试用场景都非常广 但是呢我们最后的这个主题就是 红棕气场披靡 那小翟这个我应该提前把答案都给告诉你了 你觉得是哪个 这个我觉得就毫无悬念啊 肯定就是老朋友 也是老朋友 男朋友 不要学习 这下来就会有力量的这个557的红棕天狗 嗯红棕天狗也是557 来 那接下来时间我一样的 来让我把它仪式感还是要做满的 嗯 好的来 恭喜啊 而且其实 这个557虽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色号 但我觉得一直都是亚世兰代的一个大热的色号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气 而且非常非常有格调的一支口红 那接下来时间我同样来试一下 大家可以从我这支 充满着质感的这支左手可以看得出来 那最下面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557 也是我们一直大热的一个明星色啊 非常大气非常有格调 而且非常显白不挑肤色 那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限定礼盒 刚刚呢其实小翟有抱在怀中 那这支礼盒当中呢是有两支口红的 那这两支口红分别是我们刚才的第一道题当中的 699蓝调正红和669玫瑰款版 所以大家呢只要能够拿走我们的这个七夕的限定礼盒就能一次性的拥有两支这样的绝美的色号 我其实觉得这两个色号 一个是我们的全新的色号 而且其实这两个色号都是属于不挑肤色不挑人 而且非常多的场景都能适合 都会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要特别推荐给大家 特别推荐 不迈后悔 谢谢翟老板 那首先啊大家听清楚一点 不光刚才有这么多大家日常 无论是上班通勤 还是比如说像出去野吹 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情况都能够用的一些不同的色号 同时接下来时间 我觉得喜欢的朋友一个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屏幕的链接来进行购买 同时刚刚我们的小翟是全部回答正确 也为大家解锁了第一重福利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我们的翟老板 为大家送出我们的这个第一轮福利 请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浪漫复兴 浪漫复兴 这四个字 我们将会呢有请我们的小翟来 截屏抽取三位幸运的观众 那每位观众可以获得沁水粉底液 色号是EWE这样一屏 那请大家张俊杰刷起来 浪漫复兴四个字 赶紧刷起来 来我们已是公正啊 我们就在这个上面直接截屏了好吧 那哇这刷得太快了 是吗 对对对已经疯狂刷起来了 好那有请我们的小翟帮我们喊个三二一好吧 好三二一 好截屏 好的截屏成功 我来放大一下啊 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就是我们来由下网上数的三位啊 那就是恭喜你哼我也 恭喜记不住歌词 那如果是小翟给你唱出来你记得住吗 记不住 肯定记住了啊 没人可以预料 那我们就预料到是你了 恭喜你好吧 恭喜这三位获得由小翟送出的 对 庆水粉底液一瓶 恭喜你们 嗯 那四号的话呢 是EW1啊 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 那我们的客服也会找你们的 那好的 那我们第一重福利送完了 我们重返1984这个旅程 也落下帷幕 那现在我们一起把时间先拉回现在好吧 我们一起打个详织好吧 来三二一 哇 瞬间 七夕的感觉出来了 回来了 那其实呢 还有几天就是七夕佳节了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你们的小翟就坐在我身边 那 我相信有很多的粉丝还没有想好 那和心爱的人去哪里约会 那我看到 来弹幕给我看一下 有人说 有人想好就是七夕姐去哪里约会吗 结婚了 都在说你好帅 都说你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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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买点 在你心里跟你约会 有人说 哇 很会哦 很厉害 好的 那我看有人说想好人说 就是说 有人提到很关键的一个 就是没有男朋友 这个小翟能安排吗 这个我真帮忙 其实没有男朋友的话也没有关系 让大家其实上学上班 其实也都挺忙的 然后其实借此机会 如果能找上一些好朋友 出去逛一逛 也可以给生活添加一些仪式感 我觉得其实 说到仪式感 我觉得今天其实 小翟来到我们直播间 我觉得就是给大家的一个最棒的仪式感了 而且呢 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说 化妆 我觉得也不失为一种仪式感 对不对 其实我相信呢 在直播间当中有非常多的小翟的粉丝 肯定都是公主 女主角 那小翟能不能跟广大的 在直播间当中的所有的女主角们推荐一下 你觉得适合约会的这种妆容 有一些推荐吧 适合约会的妆容 其实我觉得妆容只要干净大方 看起来就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我觉得首先它要有一个很干净清透的一个底妆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再涂一个比较有氛围感的一个口红 整体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说特别棒啊 干净清透的底妆 听清楚了吗 再加一个有氛围感的口红 但是我觉得其实 你像现在这个情况嘛 大家出门一个是还是要戴口罩的 而且呢 加上现在又是比较炎热的夏天 前段时间这个温度是爆表啊 这几年来最热的天气 这么热的天 又要戴口罩出门 然后呢 还要顶着大太阳 有的时候室内外这种温差还要切换 我觉得对于底妆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容易脱妆不说 而且很容易闷痘 这个是不是有这种很尴尬的这种情况 对 其实经常 就是戴完口罩一摘下来 发现就又是脱妆又是卡粉什么的 还挺尴尬的 对 他有这种口罩脸这种印子啊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啊 就是其实小翟平时在工作当中 他的这个持妆时间 我知道很辛苦 非常长 然后经常面对这种高清的这种镜头 而且上镜对于底妆的要求又更高 跟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啊 我无论是现在 就是小翟坐在我身边 还是在节目啊 包括小翟的作品当中都见到 那他的这个底妆 包括他的皮肤的状态 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秘诀呗 哦这个其实确实是很正常 因为在像平常新称忙一点的话 一天可能会飞两个城市都有可能 然后室内室外这样换 然后室内室外温差一大了 底妆其实很容易就是脱皮啊 那种脊皮脱妆啊这种都有可能 那我平常呢就会用这个就浸水的粉底液 这款是吧 对对对对对上妆 然后上妆以后 其实他敷上以后就是上脸会很水润 然后妆效也特别棒 然后他直妆效果也是很很不错的 就哪怕一天可能经常来回跑 坐完飞机以后也不会那个氧化暗沉 最重要的是他不会闷痘 啊这个是重点对吧 那其实呢我们亚世兰带作为底妆世家 那我手中这款刚才小宅是强力推荐的 我们的这个浸水粉底液 也是我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它不光是主打这个像高保湿 不卡粉不起皮不拔干 而且呢它还含有83%的这种养肤的成分 那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而且现在我就是觉得敏感肌越来越多了 像很多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方面的困扰 那同时我觉得也是很适合大家 在戏戏约会的时候使用 那在室内约会也不会干燥起皮 而且在室外也不会因为像这种 长期戴着口罩而闷出痘痘 对吧 对而且像天气那么热的话 大家其实都会开空调 然后一开空调的话皮肤就更容易干燥 然后我化妆师就会用这款这个妆前乳 然后做一个打底 对这个这个 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底妆更加服贴自然 还不会干燥起皮 对我觉得首先要夸一下 咱们这个小翟的这个化妆师啊 夸一下 非常懂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沁水光透妆前乳 是被称为这个底妆救星非常厉害 为什么称为救星 一个它采用了一个创新的离子水科技 它可以说是一触爆水不搓泥 所以搭配上刚刚我们隆重推荐的这个浸水的粉底液 就可以打造一款这个 妈生好皮般的这样的一个底妆 一起放 对 那特别适合约会手用 对吧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款气垫 我们的白金气垫 对的 然后我的化妆师也经常会拿它来补妆 然后妆效其实特别的非常的高级自然 而且非常的一个养肤效果特别好 这个真的我忍不住让你拿一下 因为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亚什兰德的白金气垫 它是个钻石切割面的外观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瞬间有一种小宅手中拿了一个大钻戒的感觉 好谢谢谢谢 非常的好看 而且拿在手里都觉得很贵气啊 非常适合随身携带来补妆 而且这款白金气垫 同样也是有着养肤的成分 持妆力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 对 然后可以在补妆的时候照个镜子什么样 对对对对 小心机一下对吧 那刚刚其实小宅你还有提到 这个一直有氛围感的口红也是非常重要 那我其实觉得口红是一个妆容的一个点睛之笔啊 其实很多女生她们会根据去的场合的不同 包括见的人不同 她会选择涂上不同颜色的口红去赴约 这有点像好像就是口红是另外一件衣服的那种感觉 对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挑口红其实就跟挑衣服差不太多 因为去不同的场合就要穿不同的衣服嘛 然后其实不同的口红色号的颜色也会让人改变整个人的气场和状态 真的是 我其实觉得刚才小宅有分享了一点 一个干净清透的底妆 然后其实在有的时候换了一个色号 然后就瞬间感觉 就是不一样了 对换了换样子一样 我是真的有这种感觉 对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恰这个比喻啊是非常非常的恰当 而且呢怪不得我经常听到就是有人说 这个女生是永远缺一支口红的 那在这里我们又要开始给小宅出小考题了 那小宅拍过那么多戏 然后录制了这个恋爱综艺 我相信无论对于像女生还是对于浪漫 我觉得都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就像小宅刚刚说的 其实去不同的场合会搭配不同的口红 我们今天呢准备了几个非常适合七夕约会的浪漫场景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邀请小宅来抽取不同的这个约会场景的卡片 来为屏幕前的女主角们来推荐一下适合这个场景的口红 可以吗 没问题 OK 来 加油了 好的 那现在呢我手中 我数一下一共四个 这四个卡片啊 那我们就来盲抽吧 好吧 盲抽 选一个 盲抽一个这个 好 拿到是什么 烛光晚餐 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烛光晚餐还是一个经常在约会当中出现的一个场景 嗯 我觉得烛光晚餐的话 因为一般吃烛光晚餐的话感觉场合会比较正式一点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可以灯光也会昏暗一点 对 灯光会昏暗一点比较有分 那我会推荐557的红棱探狗 我们经典色是吧 经典的老朋友 好的 老朋友 就是我手中这个 557 红棱探狗 其实刚才在我手上应该是我手上的最后这一排 最后这个颜色啊 它整个的一个颜色一个是不张扬 优雅 然后又非常非常的低调 我也觉得其实蛮适配 有力量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个 随机抽一个吧 这个可以放着 抽就抽中间 好 是哪个 你自己先不看是吧 听音乐会 听音乐会 这个我感觉可能会稍微比刚才要更正式一点了 更正式一点了 嗯 可以想想看 嗯 那我会推荐699 蓝调正红 蓝调正红 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红色会非常的有气场一点 嗯 跟如果说听音乐会的话 涂那个颜色的话 跟正装也会比较搭一点 就其实是我们刚才第一个小任务的 哎 第一款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气场的 而且其实它整个的颜色啊 非常的能够让皮肤显得更加的白气 而且跟正装搭配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的那个小任务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还是热烈而坦荡 对吧 是的 它其实有一种非常非常高的这种知性的气质在里面 好 接下来 刺激二选一来了 刺激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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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一个下面的 好 是哪个 野外露营 野外露营 OK 其实这个我觉得你可以重复选了 但是我我心中是有一个想法 你可以想想看 就看我们会不会选同一个 我们是三二一吗 要 也不用三二一 你说你说你说 好 我想想啊 如果说这个的话 我觉得会选666吧 666 迷居漫波 迷居漫波 其实你们觉得近几年这个录音特别火啊 而且其实大家就用这个颜色 它其实橘色不知道大家拍照有没有这种体会啊 橘色在照片当中会非常非常好出片 对 而且特别在野外的环境当中啊 会配合着绿植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显得更好 好的 这个选择其实跟我心里想是一样的 对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啦 有一个 看看吧 直接展示吧 好 这个逛艺术展 逛艺术展 你可以选择之前选过的啊 但是你可以选择没选过都可以 其实我们还只剩下一个了 嗯 那我就 其实这个正好也跟那个比较符合 比较搭是吗 嗯 就是669 669 玫瑰款摆 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因好吧 因为其实 玫瑰款摆听起来就会很有艺术气息 嗯 对 然后逛艺术 逛这种艺术展的时候 就更要涂一点有气息 有艺术感的 嗯 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艺术性菌多多发酵 叫我一下 发酵一下 好的 谢谢 来 这个可以放着 那首先要谢谢小翟的推荐 那 这一环节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 呃 还没有想好 琪琪去哪里约会的 我觉得首先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小翟跟大家分享 推荐的这几个地方 那同时呢 其实针对不同的场景 一支口红带给人的 不仅仅是美丽的妆容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 有内而外的自信 那 我觉得有了百者小金管的加持 我觉得不光是让大家这个 气场拉买 出场进女王 同时能够帮你 赢得你想要的 新上人的那颗心 哇 对 那接下来 哎 小翟还有什么惊喜要给我们 嗯 好 那就请大家跟着我 批复 纯色礼群 浪漫 赴约吧 嗯 那我们三二一一起吧 好的 来 三二一 我看到我们这个背景 今天是魔术师 对对对对对 这个背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中世纪的那种古堡的那种大厅的感觉 就像那种舞会大厅 哎 为什么会带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亚世兰带的白酒小金管嘛 嗯 我能想到其实最适合的浪漫场景就是这样的一场盛大的一个舞会 嗯 那在这里首先谢谢小翟帮我们这么豪气的包下了一座这个中世纪的城堡的舞会大厅 对对 那首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世兰带的七夕舞会 那无论有没有舞伴有没有男朋友都欢迎大家去批复属于自己的纯色礼群 来到这里做你们自己的公主和女王 对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很浪漫 对对对 好好地去疼爱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呢小翟其实带我们追溯了亚世兰带的这个浪漫起源 见证了亚世兰带的浪漫复兴 那之前呢其实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亚世兰带夫人会亲手为我们的顾客去写手写信 非常有心 那其实接下来时间我也想邀请小翟将亚世兰带夫人的这份浪漫 去给所有的女主角们去延续下去传递给屏幕前的所有的朋友 那我们看到呢接下来时间我将会为大家展示一个小惊喜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 已经是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 小翟已经在满含着亚世兰带祝福的照片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那稍后呢我们会把这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随着抽奖的礼品一起送给直播间的粉丝 那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借着这个亲笔签名的这张照片还有礼物送给大家的话吗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施爱无忌 永远浪漫 谢谢小翟啊 那接下来时间大家最最最最最爱的抽奖环节又来了 那这一轮呢我们同样会抽取三位非常非常幸运的观众 希望是我们的女主角们啊 那你们将会获得一瓶沁水粉底液色号是1C0 同时呢还会获得我刚才为大家特别展示的 这个小翟亲笔手写的祝福卡片 这个要好生保管 我得锁进保险箱里一会儿 不小心被我们现场工作也拿走了 那我们同时呢会把奖品跟随着我们的亲笔签名的照片 我们会一起祭送大家不要担心 那接下来时间呢大家请刷屏 我爱雅诗蓝带这六个字 我爱雅诗蓝带 那一会儿呢我们将会邀请小翟来帮忙喊倒计时 然后我们会在线截屏抽奖 我们会当着镜头的面抽奖啊 那截屏中跟刚才一样 由下往上的这三名用户将会获得这个小翟亲手写的这个 性笔签名的照片还有奖品 所以抓紧人刷起来 我爱雅诗蓝带 好 哇他们这个速度真的是神速 太快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好的 好 三 二 一 看这儿 好 好 我来展示一下 由下往上啊 要要要超大杯等于就是下雨了 NS9898 恭喜这三位 来来来 我们的老师看得见吗 好的 恭喜 恭喜这三位啊 也是获得了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礼物 那进行到这里 现在时间大概是八点到九点左右 那也到了尾声 但是呢 呃很多粉丝我觉得他们肯定睡不着 那大家可能一依不舍的要跟你说再见 但是能不能录一个晚安铃声给直播间的所有的粉丝们 能够让他们晚安入睡呢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给你打个板好不好 好 你也打个板 好 三 二 一 Action 好 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甜甜的七夕节 然后做个好梦 晚安 哎呦 太过了 别闻起来 哇 真的通年症来的 最后这个 放下 放下 好的 谢谢谢谢 谢谢小宅这个晚安铃声 我相信大家今晚肯定能睡个好觉了 那同时赶紧把手机放下 好的 那在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最后还有什么心里话想对直播前的所有的女主角们 所有的粉丝们说的 而且马上七夕就要到了嘛 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嗯 首先呢 特别开心可以今天来到雅诗兰黛尖的这个直播间 然后很开心可以和大家一同感受雅诗兰黛的这个浪漫 然后感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支持与喜爱吧 我也会尽我自己所能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一些作品 然后多多和大家见面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如既往的多多支持雅诗兰黛 一定要多多和我们见面啊 好不好 当然 我们多在我们的雅诗兰黛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那同时呢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翟小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也期待小宅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大家都会搬好小板凳坐等的 那同时在直播结束之前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我们今天下单的福利听清楚了 在这里要再次谢谢翟老板的赞助 那今天在直播间下单购买我们的百折小金管 赠送DW粉底液5毫升 同时购买沁水粉底液会赠送沁水粉底液20毫升 还会赠送5毫升的沁水装浅乳 加一个美妆单 另外购买沁水装浅乳赠送沁水粉底液5毫升 沁水装浅乳10毫升 还会赠送我们的美妆单 购买白金气垫赠送白金面霜14毫升 除此之外 我们直播间下单是购买买买买买一不小心买买了1200 还会加赠我们的小宗品眼霜5毫升 所以心动的朋友赶快下单吧 那同时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我们 今天晚上这场七夕的特级的直播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七夕节都快快乐乐 有伴的能够和有伴的那个另外一伴 能够开开心心心幸幸福福 没有伴的小宅陪着你呢 好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说 一起说再见好不好 好的 拜拜 七夕快乐 下次见 咦 就是 下班了吗 一定下班 下班了 下班 啊 就 毛 毛